这幅油画画的是停靠在高雄港星光码头的一艘拖船 这个拖船的工作是将海上故障的大船 拖回港内修理 所以呢 为了显出拖船强大的马力和体型 空间感必须做出雄壮的感觉 也为了表现高雄是个有希望的港口 所以用干干净净的蓝天做背景 搭配高空明亮的白云 来表现高雄是个健康的城市 同时也要画出船身老旧生锈和多次涂上油漆的痕迹 用来比喻台湾人勤俭踏实的美德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高空飞翔的鸟 用来营造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气氛 为了加强风的感觉 这里安排了两面飘扬的旗子 也为了诉说这艘船的岁月 我们可以看到造成船身生锈的雨水往下流的痕迹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船身被外力撞击而凹陷的钢板 用来比喻遭遇困难但坚守岗位的情操 和台湾人内心的渴望 那是一定会实现的理想 这艘脱船停靠的高雄港是由齐津岛和高雄市西岸组成 齐津岛本来只是个半岛 船只只能单向进出 日本政府用炸药将半岛连接处炸开 迄今因此成为离岛 高雄港也从此变成优良的国际港口 这艘脱船的位置就在这里